自从杨幂嫁给港姓刘凯威,而且在香港带下女儿小糯米之后,港媒隔三差五就有报道指杨幂跟公共留单关系不好。 最新的报道指,杨幂夫妇过年前带着小糯米到北京拜年,回港后,结果杨幂不小心患上流感,因为香港社会流感严重。 为了控制疫情,杨幂非但禁止刘家的亲戚朋友上门拜年,也同时禁止公公婆婆带小糯米外出拜年,让两代之间的矛盾再度加深。 不过,刘丹3月8号出席TVB电视剧宣传时,直视报道普遍乱造。 哎呀,我看过那篇报道,那个是完全是不准确的。 其实呢,他讲的那几天呢,不是说杨幂不准的是什么朋友拜年了什么,其实都是假的,因为他跟凯威两个人带着小糯米到北京去拜年去了,根本不在香港。 所以,因为呢,他有那个外公外婆啊,还有怎么说呢,太公太婆都没有见过小糯米,都很想他,所以趁那个过年的那几天呢,回去跟他们拜拜年,这样。 因为,因为根本不在香港,所以完全没有说什么不准的出去啊,什么东西,没有,没有,没有的问题。 其实刘丹每次被问起杨幂时,都是一个劲儿的不断狂夸。 除了称赞儿媳妇有修养懂礼貌之外,还笑颜杨幂连说话声音大点都喘气,根本凶不出样子。 被问到以后,会否一直跟儿子一家同住,刘丹的答案非常明确。 肯定是这样啦,肯定是这样,他们也想这样,因为他们两个在内地那么忙,在内地那么忙呢, 本来他们有个房子嘛,可是买了房子的时候,就在里面住了一个月,住了一个月,根本就不在香港。 所以当时他们的想法也是一定要跟我们一起住了。